那我今年的時候,好像前兩三個月吧 我就考過我們公司裡面的中文檢定考 那我們公司的中文檢定考的話就是 要考驗你的中文能力好不好 沒錯你沒聽錯 當台灣人,就是你的母語中文,你還是一樣考試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好紅日本 那的話,我們今天要來拍一個大家非常久違期待的主題 那就是日本空服員的主題 沒錯,那我剛好就是在這間公司也滿了一年左右 那就是要來分享說我這一年下來的心得 去年的2023的3月還是4月入社的吧 然後呢,從一直訓練訓練訓練 到真正能飛的話大概是 去年的8月左右 那剛好就是滿了一年,我真是飛的話,剛好滿了一年 那真的是說 這段期間真是過得非常充實 然後說真的說實話也過得非常開心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講說 我這一年跟就是這個工作的心得 然後呢 還有就是回答很多大家的問題這樣子 OK,那的話就來第一 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可能很多新的朋友或是新的粉絲都還不知道我是在做什麼 然後呢,有人還是以為我在做地勤還是在做飯店 但沒有喔 然後呢,我現在 我現在呢 是在 日本的某一間航空公司 擔任空服員 大家有興趣或是真的想要知道的話 再來私密我 因為 說真的,日本的公司他們就是非常的隱私很重 就是 不能公佈說 在這種社群平台上公佈說 你在哪邊上班 那如果你要公佈的話是可以 但就是說你不能有 任何損壞公司的形象等等的 雖然我都沒有做出這些 對 那的話就是 恩,還是以防萬一 以後 沒有啦 不可能會做壞事 好 那的話 簡單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歷 那就是說我來日本的話是2018年來的 那已經 五年左右了吧 對 那我在日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飯店業 在香根的溫泉飯店 然後做了大概 三 快要 四年左右 那因為我為什麼會想要轉航空業 其實我那時候 在疫情之前就已經很想換工作 然後呢 就剛好碰到疫情 然後在換工作的時候非常困難 那我想說 好吧就 冷一下 等之後 觀光業或是航空業 疫情的時候一定會很缺人 那我就趁著這個時候 去面試 然後就 殊不知 我就面試上了 就是 某家 那個 這個 這間公司 對 這間的 地勤 沒錯 就面試上他們這間的地勤 你常會看到這個標示 沒錯 就是這個 登登 沒錯 就他們家的地勤 然後呢 做不到 半年吧 我就 換 掉 工作 因為 我剛好 就是同時就是有 抱空服員跟地勤 這兩個工作 那剛好就是地勤的先上 但是空服員呢 就是還要等結果 那些這樣子 因為其實說 空服員不管是哪個國家 面試的流程都很長 然後花時間都很久 對 那我想說好吧 那地勤 反正就搬來 成田機場這附近 趕快就是 安定一下 因為想說 也不要再 因為那時候我離職 大概有一兩個月空窗期吧 真的 不工作一兩個月 我就覺得 好頹廢 不行 而且 還一直變胖 不行 一定要趕快工作 我就先去做地勤 那就是也完成了OJT呀等等之類 然後就剛好 我面試的空服員 結果出來 我就上了 然後就馬上就入社 就是 4月的時候就入社 那我就是大概 地勤吧 做不到半年就直接離職 就直接離職馬上 跳槽到空服員 那反正都是在成田機場上班嘛 所以沒啥 對 那再來的話呢 很多人好奇 就是會說 我的 日文能力 跟英文能力 那的話 跟大家說一下我的日文能力呢 就是現在考簡定是日文N2 沒錯 沒有N1 因為我真的很不會考試 而且 好啦大家有看我的 Instagram或是IG 大家也知道我的日文的文法超級爛 真的很爛 好啦說真的 該讀書就是 我最近在想說 一定要好好念書一下 不然 不能一直靠我這個破破爛爛的日文文法 去闖蕩日本 雖然 生活的話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工作也沒有問題 但還是覺得說 還是要精進一下 自己 對 那再來的話 就是英文的話 我沒有考多一 因為 說真的 我考過一次 那分數也沒有很高 然後 因為我真的 對考試真的很 很苦手 對 沒錯 就是會講嘛 啊講的話 反正因為我沒讀書 所以可能文法會錯 然後呢英文的話 但是對方能聽得懂 我也能 就是能解釋出 對 那說真的 很多人說 這幾個能力是需要具備的嗎 那 沒錯 那就是 空服語言的話 我真的覺得 日文、英文、中文 這幾個語言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你缺少也有的話 說真的 像境內的廣播啊 或者是說跟客人的交談等等的話 是會真的非常困難的 第二個主題呢 就是 我在這間公司 待了一年的心得 沒錯 我在那邊待了一年 那的話 我今年的時候 好像前兩三個月吧 我就考過我們 公司裡面的 中文檢定考 那我們公司的公文檢定考呢 就是要考驗你的中文能力好不好 沒錯你沒聽錯 當台灣人 就是你的母語中文 你還是一樣考試 為什麼呢 很多人覺得說 中文其實不用考 我這種講母語的 其實並沒有 因為 像萬一發生突發狀況 或者是說任何緊急狀況之下 你能馬上用 中文去 跟 旅客對應嗎 我覺得說 這個狀況之下 很多人會就是緊張 完全會突然 不知道講什麼 或是 整個台詞忘記 那他這就在考你的臨場反應 跟你的對應能力 還有就是你的 日文翻中文的能力 因為沒錯 我們都常說日文翻中文 因為像 我們的科商成務長 有一半以上 都是日本人 然後還有像機長 跟副機長 他們都是日本人居多 那的話你就要去做溝通 當地勤 比如說地勤是 中國或是台灣那邊的人的話 你就要去負責 溝通跟翻譯 這樣子 那比如說 飛機發生什麼狀況 要去維修 那請 是在中國或台灣那邊的 維修人員 你要怎麼去溝通 你要怎麼去說 飛機哪邊有問題 那你能把它翻成中文 或是說在 飛機上有旅客突然不舒服 或是有任何的 就是客訴 那你要跟 成務長 去 說明的話 你要從中文去翻成日文 然後從日文翻成中文 去跟客人去做對應 反正就是 這一連串的考試的話 大概就是 測驗你的 能力啦 說真的 就是嘗試 跟一些對應能力 不是說你的中文能力好不好 雖然這也有在其中之一 對 那的話就是 只要考過這個考試的話 就是你在 每一班的飛機裡面 就是擔任中文 的 speaker 就是專門負責中文 那還有 有所謂負責就是整班飛機的廣播 像是就是說 日文 中文 英文的話 有時候都全部叫你三個一起講 那的話比如說就像要準備 那個 起飛的 就是 大家可以聽一下 起飛的廣播 因為之前我朋友有把我錄起來 這邊播給大家聽 登登 那大家剛剛聽的就是我的 在機內的日文廣播 那的話 就簡單的嘛 其實還有很多更多種類的 那就是你要把這 三個語言都廣播完說 有時候你有一種成就感 考過這考試的話除了就是你擔任這班飛機的中文的 負責人 然後呢還有就是 還會加薪 那加多少 自己私訊問 對 就是你會比別人多一點點錢 反正我覺得說 在日本呢 就是這方面 福利算真的蠻好的 像是 薪資條件 休假條件 還有就是 反正各種生活隱瞞雜症的 他們有時候都會有 補助之類的 對雖然我覺得台灣的公司也有台灣的好的地方 但就是日本公司的話 我還是比較習慣就是日系文化的企業 很多朋友說為什麼不去考 就是台灣的長榮啊 或是花花啊 等等之類的 或新宇啊 這幾間公司 那我覺得說我目前 還是比較想要待在 日本 這樣子 對 那 重點是 這幾間公司在日本的 貝斯的話 就是他們一定要 就是你要有日本護照 你如果台灣護照叫你 回台灣考 他們不接受就是在日本的 台灣護照 對 這是一個非常 麻煩的一件事情 對 我真的也很想要去考台灣的航空公司 但就是因為 局限於他不是在日本 生活 對 除非我去換護照 或者是說 我規劃 我 就是 規劃日本之類的 反正我現在都還在考慮 我現在28歲 那我現在有在 真的任章考慮 以後30歲要做什麼 反正 有各種情況 在告訴大家 反正我就覺得說 反正就是做這個YouTube也是非常感謝大家 從我飯店業開始 做做做地勤 然後再做做做做到 空服員 就覺得說 非常感謝大家 陪我經歷了三種不同工作的階段 沒錯 在看影片的你們 謝謝你們啦 我們就來統整一下 就是我們這一年下來的 空服員的心得 那我覺得說在日本這邊的 同事 還有就是 福利 生活條件等等 我就覺得說 非常的 不錯 那我覺得說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挑戰看看日本的空服員 那不管是哪間公司 我覺得說都一定是非常好的 那就是看你自己對哪一間公司比較喜歡 或是說你對他們的 社風 就是環境會喜歡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選 因為我覺得說當人去做一件工作 覺得自己很開心 或是有幸福感的話 那我覺得說你這工作可以繼續做下去 那你覺得說你每天都過得 浑浑噩噩 然後就覺得說 喔好煩 因為不想要上班 然後覺得整天很疲累的話 我覺得說 這個工作雖然你做得開心 但做得不開心 你是為了錢 而去他工作生活的話 我覺得說你可以考慮 換一下工作 或者說 換個 環境之類的 不然我覺得說 有點浪費 飛自己的人生 對 就像人生就像一個 我自己有看到一篇文章是講說 人生就像一個永無止盡的航班 你 完全就是會不知道 你人生的下一個階段會飛往哪裡 那就是 不管怎樣就是享受 每一趟的飛行 沒錯 就是好好享受每一趟飛行 就像每次我要去上班前 我都會非常的窩窩窩 想說 今天要飛去哪邊 然後跟什麼樣的人飛 然後會碰到什麼樣的乘客 每天都會非常的期待 這樣子 雖然有時候會覺得 好煩 因為 不想碰到 客人 OK之類的 你會知道說 今天要飛哪一邊 然後那邊會有很多 OK 就覺得很煩 也算有時候有這種心情 但 就轉換心情就算了 反正就忍一下就過 就那幾個小時就 跟那個人 拜拜 就不用再見到那個客人 真的 反正我覺得說 不管每個工作都要不好跟好的地方 但我覺得就說 你覺得說 這個工作長久做下來 或是每天做的話 你的幸福感跟開心感是 不斷的會增加 那偶爾會減少 那沒關係 那我覺得說 你可以去互補 這樣子 那如果你真的是完全討厭 或是完全不喜歡這個 環境跟工作 那我覺得說真的可以辭職 去換一個 你自己想做的工作 OK 那再來我們進入 第三個主題 那就是大家的 Q&A 沒錯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 那的話就是 大家都會好奇的說 男生 在日本 可以當空服員嗎 沒有問題的 不管現在日本哪一間航空公司都有男生的空服員 大家不用擔心 直接就直接去報考就對了 再來的話 第2個 日本跟台灣的薪資到底差多少呢 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有上一篇的影片有在講解說 日本的空服業 航空業的薪資 那我覺得說跟台灣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看環境跟條件吧 對 因為我覺得說 差不多 但還是 我個人覺得說 日本這邊會比較好一點 那 我覺得還是看個人去怎麼想 有些人講 日幣 別值啊 什麼怎樣之類 但其實並沒有 之後 日幣 要升值了 大家沒有看到 最近日幣在慢慢的升 其實也不是這些原因,但有些人 可能就比較喜歡待在台灣吧 對 到我 目前我覺得待日本會比較舒服 這樣子 好 再來 生活福利 那就是說 日本的生活 福利公司這邊的話 他們像會補通交通費 那我聽說台灣的公司有一些都不會補貼交通費 那還有就是我們公司也會補貼餐費 就是你每一天 非 國際線的話會補貼你多少的餐費 然後晚上超過時間的話會再補貼 那個深夜加班費 然後就超過那個 飛行時數超過70小時之後 我們每一個小時的話就是會 算是 時薪這樣去算 那我覺得說 這樣每一個月算下來的話真的我覺得說 薪水是真的還不錯 那的話就是可以供我自己生活這樣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知道有興趣真的想要 知道薪水的話可以自己私密來問 這樣子 因為說是日本的這種薪水這樣公開的話也不太好 對 再來 報考資訊 那很多人說 請問日本的那個公司的報考 航空業的報考在哪邊呢 那我就之前有推薦的 就是一個 他們這個網站的話就是有匯集了 就是日本人 不是日本啦 其實會寫了日本的 航空業的招募資訊 就是外資系 還有就是 國內日系的 都有 那我在下面貼網址大家可以去看喔 算是日文的 就是給大家是在 日本工作的人想要跳槽到航空業的話 可以去參考 那的話 下一個問題 那就是很多人會問說 在日本當荒服員的話 你會碰到什麼不好的事情 就有些 一些區域的地方 環境真的非常的髒 每次你只要客人向門就看到 哇塞那個 飛機裡面 裡面超級亂的 根本想以為是發生亂流 還是怎麼樣 地板真的是 整個亂灑 然後很多什麼 平平外外亂丟 然後呢 餅乾穴 就是整個灑在地上 喔 好 還有教育 對 反正我覺得說 不管是飛哪邊 都會有這樣的人 我覺得不是國家 而是人的素質問題 那個人的素質 不是國家 很多人會對號錄說 這個國家非常的髒 或怎麼樣 就會針對那個國家 但我覺得並沒有 其實不管哪個國家 都會有這種沒有素質 沒有教養的人 真的非常多 然後呢 我還在 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 客人在跟你吵什麼的話 你就 笑容的 聽 你不要多回嘴 多回嘴的話 你反而就是會被 攻擊 因為你會覺得 你想拿茶就跟你吵起來 他絕對越吵就是會得到什麼東西 沒有 你就 微笑 好 沒有問題 好好的 然後 好 我們要起飛囉 請借他拳帶 拜拜 就這樣子 是累的 反正 有沒有啊 反正之後再去對應 或是讓他情緒安撫一下 如果是覺得說 對應這種客人真的是比 上班還要累 真的 請大家就是在上個飛機 就是 好好坐好 然後系好安全帶 然後睡個好覺 然後就抵達了 就跟你說 拜拜 整趟飛下來 就是這一年 飛下來 就覺得說 每天真的是不同的航班 然後每天不同的飛行 就是覺得說 真的是各種 驚奇百樣的人 都有 但我覺得說 就是因為有你們 然後才能讓我留下那麼多美好的回憶 這是屁話 沒錯 反正 最後 再跟大家講 就是說 如果 你想要去做某一件事情的話 或是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說不用去想 就說 去嘗試好了 因為像我當初 做空服員的工作 也想說 好吧 空服員的工作 看起來就是 還不錯 就是可以去很多地方旅行 等等之類 對 然後還有就是員工票啊等等 其實我最主要是 因為員工票 沒錯 其實我最主要是因為員工票 我其實說真的我的夢想 不是當空服員 我只是 為了 想要 去很多地方玩 然後可以便宜的 買票 沒錯 我很誠實 我只要講 對 那我覺得說 做起來的話 我也是蠻開心的 不會說到討厭這份工作 那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挑戰 做空服員 沒錯 那的話 我們這一次的影片的話 就到這邊 那 之後呢 我還會就是會拍 就是關於日本的職場的工作 因為 我覺得說 很多人都想要來日本工作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一些日本的資訊啊 等等之類的 那我之後 會找幾個 或者日本的朋友 來拍日本職場的一些 Q&A 這樣子 會找不同職業的人來拍 也會做一個 新的單元 那就是麻煩大家 請多多支持啦 那大家 老樣子 記得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 按讚 加訂閱 還有分享唷 那我們就 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如果你是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